真的是最貴車禍 臺中一名三十九歲 林姓男子他開著一輛要價兩千一百五十三萬元的敞篷 超跑 當時行進南村去市鎮南一路 他自稱是輾到了沙子 失控打滑 就當場衝撞路邊三臺轎車 造成三人受傷 而根據瞭解這輛超跑是租賃車 才剛領牌沒幾天 小莫就發生車禍 相關趙澤 還要再釐清 千萬敞篷超跑 撞上路邊三臺車 失控衝上人行道旁的草叢 才停下來 三十九歲的零星駕駛 肋骨受傷 緊急送醫開兜治療 被撞的一輛車上 有一對夫妻 也因此受到擦錯傷送醫 重回現場 滿地零件碎片 這地點就在台中南屯區市鎮南一路上 十九號傍晚快六點 三十九歲的零星男子 駕駛這輛敞篷超跑 自稱碾到沙子打滑 失控撞上路邊三臺車 駕駛市的這輛超跑搭載的是V12引擎 最大馬力有800匹 0到100加速只要3秒 急速是340公里 一台要價2153萬 根據了解 駕駛市駕駛是一名長期租客 這台租來的超跑 前幾天才剛剛掛牌 沒想到就發生了車禍 被撞的三臺車 全新車架加起來 恐怕都還沒法負擔這台超跑的維修費用 記者方平文章 張智南 台中報導